在台比市罗斯福路移动12层楼的大楼 大白天遭到了不明人士潜入 嫌犯将电梯按钮跟各楼层的大门门锁全部都涂满了三秒跤 这也害得电梯一整天都没有办法运作 住户还得花钱来换锁 让住户气得大麻 整栋大楼电梯的按钮全部都被涂上了三秒跤 更恶劣的是呢 嫌犯还把三秒跤全部灌入大楼的门锁里面 让住户完全没有办法出来 让住户非常生气 而他们也表示呢 这个是他们第二次被这样子的恶作剧 电梯不能运作 住户得一整天爬楼梯爬上爬下气喘吁吁 还得花上好几千元换锁 让住户是气得大麻 他就直接从钥匙孔直接灌进去啊 从钥匙孔直接就把三百招解进去 对对对 那你们怎么发现呢 我们是酒楼他通知我们 我们才赶快拿钥匙去插不进去啊 是不是觉得很生气 当然生气啊 是第二次还不第一次 住户表示当天上午从大门锅里 有见到一个人影 但当时并不以为意 直到中午吃饭时间要出门才发现 沿路下楼看发现整户都遭殃 这个都要那个 这个都写犯在大白天犯案心境非常嚣张 但大楼没有加装监视器抓不到人 住户也只能摸摸鼻子自认倒霉 就像各位朋友敬明台北切换报道